《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國事同學會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阿昌陽繼昌 大家今天見到我們的陣容 見到是一個國事同學會的特別版 因為我們今天直播這一天的日期 是2011年6月4日 逢六四的週年 我們都會出席六四支聯會舉辦的 紀念晚會的紀念 本身這個可能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講 或者當然對於出席六四晚會的人來講 是一個值得相感的日子 但是對於我們一些所謂國事的朋友 或者國事學會的朋友來講 這個除了一個相感的日子之外 同時也都變成一個相聚的日子 因為每年可能不同界別 不同年份 在大學裡面都經歷過國事學會的種種的朋友 每天都會聚在一起 因為參與維園的祝光盤會 所以變成一個…也是一個敘舊的日子 所以今天我們趁這個機會 我們直播的日期 由壯正六四的晚會 所以就請了很多不同的… 那麼多遠校 有些很年輕的朋友 大家都見到 有些就是我們很尊敬的前輩 有些未到 其實你見到我們節目 那些人出出入入 就會知道 我們之後都有很多朋友 陸續地來參與我們的討論 分享一下六四的感受 還有很多現今來說 我想六四對於現在大家 如果對於年份不同的時候 時間不同了 會不會有些特別的意義 那我這裡 很多人就不再介紹 那些都很熟悉了 大家都很熟悉 一起主持過節目 例如壹恆 我們 阿楊 然後其他都會有朋友進來 所以我想 不好意思 阿楊在這裡 暫時你經驗最老到 好像是 好像而已 我不肯定 要不先問阿楊 我想現在你對待六四 和你剛剛接觸到這件事 會不會已經是 心情是 十年如一日 還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是22年如一日 當年我記得我讀中學的時候 已經是 梅耀邦死了 跟著學運起 跟著一路絕食 到戒嚴 到鎮壓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到現在都是沒有變 由那時候到現在 我仍然都是認為 學生是純潔 真正的愛國 而政府這樣做 絕對是不應該的 到現在都是一樣 他那個性質是沒有變 我自己的感覺也是沒有變 但是對於當下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新的 可能是書籍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意見 論述 出了來 這樣 這樣 很多人都說 這個運動又變 或者在香港不同的運動又變 或者就算我們要用新一層的意義 而去看六四這個運動 那你怎麼看這些意見 除了22年來 你的資料陸陸續續多了 例如趙紫陽的回憶錄等等 這些出現 其實是多了一些資料 但是我自己比較過那時候的資料 和現在的資料 以及那時候的文氣 到現在的中國的情況 我看 我感覺其實當時 那個學生的要求 始終都是相當有前瞻性 和真是純粹是一個赤子的愛國之心 而且不是純粹愛國 而是對那個社會的公然 對那個國家的前途的關心 和現在我們見到香港走社運 其實有很多一脈相承的情況在那裡 那他不會說因為多了資料 而改變了這件事 或者那種善良的本質 即是不會說我們資料多了 那他用彈車撞人 就是對的 不是說用機關槍亂去掃一些 手無寸鐵的百姓 就因為資料多了 多了人寫的回憶 那就 殺人那樣東西就變得對的 也都不會因為說 中國的錢多了 那又殺人就是對的 這是曾蔡英權的邏輯 我想不止他一個的邏輯 我覺得很多建制中人 甚至已經是香港很多那些 所謂叫做向前看的那些人 他內心真的這樣想 我想現在最新六四的一個特別的 即剛才說到錢問題 就是近期的公安部 都去跟那些天安門母親說 喂 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開個價格 就是現在用這個錢去準備私料 現在大陸很喜歡這樣 就是 這個是 我想 但是問題是 22年是挺新的 挺特別的 以前都沒聽過 喂 給錢你私料 但是今年開始就聯絡那些 母親 天安門母親說私料 我覺得其實我們可以用逆向思維去思考 即既然 他說要付錢給天安門母親 可以解決這幾天的事情 我想反過來問中國共產黨 你要多少錢才可以平反六四 開個價格來看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喂 我的樣子可以介紹你身邊這位女士 我 他是 我 你介紹 對 鏡頭介紹一下自己 是22屆港大國史學會的出版組組長 我叫Anna 是 Anna 其實你現在在從事甚麼工作 現在在教書的 中學道教 是 如果 剛好我在網上看到 就是有人廣傳在Facebook 就是被洗腦的文章 就是覺得 剛才阿楊說那些邏輯 即是說現在沒有鎮壓就沒有繁榮 現在你看到觀察的情況是否這樣 在你的教學環境上 你覺得學生其實他們對這件事首先他們接收 有沒有很自覺地去接收這些資訊呢 或者都是 即他們如果接收到這些資訊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很主動的 例如我們雖然見到很多年輕人 就說中學生 去參與六四紀念的活動 但在網上又見到 有另外一些聲稱是年輕人寫的文章 就說六四不應該平凡 學生哪裏利用 那你怎樣解讀這個情況 我覺得現在我所接觸的年輕人 他們那個政治取向 通常就是受他們本身的家庭環境 和父母的影響 那家庭環境怎樣影響來呢 例如他們環境好一些那些 家裏是中產階級或者專門市 那他們比較傾向建制派 因為可能和他們本身那個環境有關 那建制派當庭的時候 這班人他們比較安穩一點 還有這些學生他們 即不是屬於一些 即如果他們跟他們比較好一些 不屬於貧富大眾的那類的環境 那他們可能不是很受過些甚麼苦 那身為都比較優秀一點 那對於我們經常說 很多爭取更加美好的將來 或者怎樣向前發展 怎樣通過民主改善國家的經濟 和人民的生活 這方面對他們來說似乎遠遠一點 那另外 就是剛才說到 除了一間環境之外 他們父母格都沒有影響 那例如有一些就是 他們的父母小時候就已經 即是在他們小時候都帶他們去維園 帶他們去遊玩行 那這些他們那個政治覺醒 我覺得是高一些的 至於那些一向都是 即是可能六四過之後 八九泛泉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已經是沒有 不會滅亂上街 不會滅亂去參觀中官大學協會 那這些學生對於八九泉泉 這段歷史比較目瞭一點 例如我們也有搞過一些的講座 那見到有三派人 一派就是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一派就是很贊成要平反六四的 另一派就是比較保守才會 而我所見的就是這三類的地方 那所以現在又搞國民教育 政府說要是 你覺得這個情況 真的樂不樂觀呢 例如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可以講很多 即是很詳細的理論 去講為何去平反六四 但是用一些很簡明的說法 跟下一代以他們知識所限 去講平反六四 或者應該支持 就是有一個我們想像中 一個一些比較正確 相對上正確的 所謂對中國的一個價值觀 即是你覺得正確 是的 那我想這個很難有的客觀 當然我希望宣揚的 當然是希望我相信的價值 那有甚麼方法 怎樣跟他們講 會覺得是一個 就是從你的教育經驗 有沒有一些好一點的方法 去講給我們聽 我覺得這個八九民運這件事件 六四事件這兩天 這一個整段歷史 其實是應該每一年 都透過一些方法 去向學生去講 即是中國歷史是有渠道 將來會有的國民教育 也都會有渠道 雖然現在都不少學校 會有一些非指定的課程 滲入去林宇州會 都會有一些港級 六四事件的機會 但是將來如果真的 要搞國民教育的時候 講的是中學制度 小學制中學一個核心的 即是一個重要的方式 每間學校都要搞的話 我覺得這段歷史 都應該包括在裡面 因為不講的話 歷史就很容易被忘記 加上現在的學生 但對他們來說 六四事件是他們出生前的事 根本就是沒有任何印象 所以我覺得每年都應該有 我想問一下在場的 瞄準中間 鏡頭可以瞄準中間的三位朋友 我們在場的最年輕的三位都是你們的 你們哪位是八、九年後出生的 其實你們的接觸是從哪裏來的呢 你們是 那個接觸其實很大程度上 在中學的時候來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 譬如我九一年出生 八、九年那個實際經驗 對我來說是一個空白 我其實沒有親眼看著當時發生電視播來的到底是怎樣的 實際上當時最實在的 八、九年、九零年的討論 我是沒有辦法經歷到的 於是我的記憶從哪裏來的 就是譬如你會知道有些片是六四事怎麼一回事 那些片是中學廣場播的 於是在那個接觸的途徑之下 你再不斷地翻閱歷史資料 那一件事就是我們去接觸那個途徑 就是我們去接觸那個途徑 但是其實我覺得那個 那個差距在哪裏 就是我們透過一些 就是往後的資料去接觸那件事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真正捉到那個歷史資料背後的精神 就其實有一個難度在那裏 要透過自己去慢慢去剁動一下 那我就很老實 其實我在中學那段時期 我是完全沒有接觸過所有關於六四的一些資料 就是我完全是循序這個個人的途徑 例如自己看新聞 自己在上網找 就是看完新聞之後知道有六四這件事 那我上網繼續找找一些相關資料 那其實我 小學 沒有說小學 中學教育 尤其是歷史這個 還要責任的一個科目 是自不提的 那這個 就是到現在的情況都是一樣的 當然 那我自己的個人途徑就是看新聞 那獲取更多資料去自己做一個分析 那因為始終我人不是歷史現場 我很難去做一個叫做完全正確的判斷 但是那個分析 我們現在經常說很多時候就變成一個異議分法 就是你不是偏向民建聯那種方法 你就是偏向支聯那種方法 那你會不會有 就是爭察過 就是說其實兩邊都未必是好人來的 或者是怎樣去 現在你的取態是怎樣 對於平安六四第一件事 爭扎著對人 但是我現在長大了 去到大國大陸 那當然你 第一步你不要理你的學生是要爭取些甚麼 你出動坦克 任何無理的方法去鎮壓已經是不對的了 顧問 就是不要說 就是不要說他們爭取一些好的東西 是一些正義的東西 他們是要求這個民主要求這個自由 是一些爭取社會公義的東西 是好的東西 那你用他們的動機這麼純正 動機是好的話 如果政權繼續這樣鎮壓他們 其實是一個不會得民心的行動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我也是承接他的說法 就是 首先第一點就是 我們不要去判斷 他的行為是對還是錯 他只不過是施行他應有的公民權 而當他在施行他應有的公民權的時候 國家用坦克用武力去鎮壓 那這件事 不理他死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人是量的分別 但沒有質的分別 只要死一個人 那件事已經是不正義 中國政府已經需要被譴責 我們的建立點就是 第一點我們判斷六四 這件事是基於這一點 阿希你也說一下 剛才郭智和Alan都是 新思國熱 中大現役的國市學會的朋友 阿希就是浸大國市學會的朋友 你那個經驗和剛才兩位會不會差不多 就是得屬於六四這件事 其實我跟Alan有點像 就是我在中學裏面是沒有機會 我是讀理科 是沒有機會接觸過六四這件事 直到前幾年去我 去了幾年的六四足光晚會 然後慢慢接觸多了 你自己走過去 即是你沒有去祝國晚會 自己去還是開咪 我是 我是 大家開咪 他著著咪說話 我想問一下你 其實你是自己去祝國晚會 還是有些人 看了新聞去還是怎樣 看到新聞去 然後就跟朋友一起去 是的 還有 還有 哪年開始你去呢 去我三年左右 即是 三年前 早了三年 在三年左右 那個印象很深 尤其是司徒華說的話 是為了中國好 而且我覺得 因為我感動 你記得華叔在說 是感動 那他去年去世 你會不會有什麼 很傷心 我覺得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雖然 汪走的路 成了 成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是Christian 所以我找他化了天家 所以都不會有很大傷感 但一個 我想說出一點就是 近年 譬如好像打壓 你剛才所說的 天安母母親 但他們很多 維穩的措施 譬如我們之前 過市學會 跟昌叔 一起聯繫 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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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昌 昌昌 然後搞 艾美美 即是釋放艾美美的行動 然後 見到 內地是 就是 維穩 用很多的金錢 去打壓 一些維權的分子 譬如有信仰背景 去打壓 我覺得 平反六四這件事 推進民主 這幾年可以 連帶這些元素 而變成更加好的 推動力 去解決這些事情 這是我自己的意見 因為 其實現莊找我 說回一些 雖然說一些 意見和經驗 因為現在校園裏面 我理解 可能其他人都可以說 說要討論國事 或者說六四的氣氛 都不是很像樣的 我想問一下一行 例如我跟成大國事會的朋友 接觸 現在的朋友 他們當時說上莊 他們不知道成大國事會 成立的原因 就是因為八九六四 我想說一個transition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當時 那件事 八九六四 是衍生了很多東西出來的 例如成大國事會 其中一個 很明顯 但現在他們 不是拿這件事 作為一個重心 甚至我聽說過 很多中國商貿的同學 搞到交流團出來 有錢賺 很開心 覺得國事會的目的就是這樣 但其實很多 院校的國事會 不是已經把國事會 如果你問到我 反而我是有 就是剛才 阿楊卿 他就說 二十二年 如一日 對這個六四的看法 其實你問我 我是每一年 我都有變化的 每一年 我會思考這些問題 我都會有很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但反而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六四事件 本身不是一件 真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問我 因為你說 大家剛才說到 殺平民 其實最大的憤怨 都是為何你要拿開車殺人 是吧 你說 六四對很多人沒有關係 我想問問大家 這個 當年 揚州十日 家定三圖 大家 說這件事 大家 會不會還要說 很悲憤 要拿蠟燭 要去 家定 盜尿家定 死難 不會 即 當然 大家 這個六四絕對是一個 很多人來講 很感性的經歷 尤其是我們這代 當時 看了電視 香港八萬人大遊行 都會有好感性 如果你在歷史的場合 一個經常都會發生的事情 我不是說這件事是對還是錯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很正常的 你說到我們新的莊 的時候 他開始 不太知道這件事 當然 反映到兩個問題 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 我們這些老鬼失敗 我們不能夠成全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 是否不同的人 他們關注的東西不同 就是 看《走向共和》 李鴻章都說 一代人做一代的事 我那一代的 我們就是 就是常常說六四 下一代 第三點我想說 就是 我紀念八九這個民運 其實六四是一個殺人的事件 而我們紀念應該整個八九民運的事件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人類是 我們認為 要有 自由 最重要的是 人身 生存為甚麼 就是為了要有自由 當我認為 這個才是我的價值 我又不會把 我認為對 所以剛才我聽到阿昌說 什麼叫做 對什麼錯 就是你認為對的東西 我常常不會覺得 我認為對的東西 要壓下去 我的後輩 就是 他們自己去 有興趣的 就去找 我又不會認為 比如說 遲出生就不知六四 就是你有興趣 你不是上YouTube 看那些片 大把資料看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件事 對你來說 不是太大興趣 不是那些 你喜歡把你的興趣 放在其他地方 就是我完全 我覺得是OK 這個才是 我認為八九學運 就是重要的地方 就是多元社會 大家都會 認為大家喜歡的東西 大家爭取的東西 大家覺得有興趣的東西 去思考 這個就是 我一直 雖然 所以我每一屆 我都會見到 有些 老鬼回去 尺寸會問問 你知道什麼叫六四 什麼什麼 你到六四怎麼看 就是可能 你身上嘴 我不知道什麼 那些老鬼馬上頭 嘩 為什麼 我會覺得 不需要這樣做 這個是我的 當然 這個 這個歷史 客觀就告訴你 是成大國小 是因為八九學運 而誕生的 這件事 我會告訴我的後輩 但是 我不認為 我一定要把我 認為對於錯的東西 如果 你問我的後輩 阿龍 你會怎樣看 你問我怎樣看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們本身 這個 這個 中國當代史的教育 其實非常之失敗 至少 我們看到 現在 我無聊聊 找回中史書來看 就發現 其實 你說沒有說六四 其實是騙你的 如果他有讀文科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他們是 就是 那個Cinnitus 是說到 1979年 改革開放 之後呢 還賴了一句 就是 可視十年之後 後春夏之交 因為社會各種問題 而發生一系列的悲慘事件 接著 那 問題就是 你究竟 有沒有這樣的 興趣去知道 一年前的悲慘事件 究竟是 什麼 來呢 這些 那些 留下 別在國小會 你有興趣自己找 但問題是 更多的人 慢慢就 除了 不認識之外 他們會 嘗試用當權者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 如果當時 你不去做這些殘忍的事情 那 今時今日 你就沒有安穩生活 而且 越來越多學生 甚至到 我們成大國小會 除了一系列 知道有六四事件出現的人 亦都有一系列 就是用當權者角度去看東西的 一班學生 其實 我覺得 這一點是我們最大的失策 我想回應一點 剛才你說到 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裏面 我們對於某些東西 關不關注 其實是很自主的 但 其實我很反逐這種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六四事件反映出來的 一個蠻盾 就是 中國的政制制補的蠻盾法 而激發了這個領域 但是 你再想一想一層 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 一出生的時候 就必然會活在某一種制度之下 而那種制度 是對我們人生一路的進程 是非常有影響的 其實我們平反六四 背後的意義 其實是 在否定一種不公義的制度 於是 如果一件事 它非常影響你的生命 譬如你打你的工作 然後你跟我說 我對工作其實不是很關心 他怎麼對我 或者 再說一層 就是 譬如香港政府現在立法 立刻 二十三條 所有 網絡的言論 全部 全部 很加緊的監控 我相信 你一定會對這件事有反應 因為它嚴重地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步 於是那個根結 為什麼很多人開始對六四不關心呢 其實我覺得歸咎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香港的地域意識太強了 而我們覺得香港和中國是兩件事 中國的事情其實影響不到我們 因此我們不關心 如果有一件事你跟我說 影響我整個生命的進程 甚至我每一步 我不相信有人會不關心這件事 是 你會混用平凡 六四事件 為什麼 好像不像揚州十日 家庭三圖 特別多人提 第一 因為上面要打壓你 就是不想你說那麼多 要淡化呢 我們人就犯賤一點 你不讓我做 我就是要做 還有我們認為六四 這件事是需要平凡的 就是需要跟人說 被人判斷這件事是對還是錯呢 我不會說六四是政府還是錯 你只要看片段 我跟你講資料 你怎樣判斷呢 真的剛剛有位老師 幸好我最近都去中學交通識 那我就很幸好一個Walky 他就被人解僱了 講六四 我講了身份的東西 我播了幾段片 其中兩段片 一段就是自由花 就是二十周年紀念版 一段呢 播完那段 我不打算再播 因為擴展二十年 在YouTube 你要Lock in 那些學生呢 就爭著上來 說要Lock in自己的account 去看 一看完之後 那些學生呢 就很有興趣 知道這件事是我說 如果你想知道那麼多 你回去查一下 他的資料 就是我上課 就是所教的 就是看到那些學生 本身是很有趣的 那六四我個人是甚麼看法呢 就是我個人就比較 可能表達方式不同 一男一女 兩夫妻 本來生活就幾愈好 幾愈快 那後來 那個老公發覺 出去賺錢 出去 就沒有理由 到家裡 對子女所不照顧 那老公的老婆 就不穩陣了 就跟老公示威 請願 希望老公 除了賺錢之外 也多些關心回家庭 跟著她健康 她對成長 不要借出去找 那 怎麼知道 那老公不特之 就打他 打他老婆 進出去嫖其他女人 之後 老公 這麼多年了 跟老婆現在關係 好像好一點 就賺多了錢 表面上不欺負 但老公就說 如果當年 不是我嫖女人 我不打你 我們就沒有今天 這樣的對地步 怎麼說都好 你當年嫖女人是錯的 你需要和你老婆道歉 你不是 買幾份 戒指 戒指 鑽石 叫你收聲 就不需要道歉 我做男女感情體六四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再排個陣 然後回來 繼續跟大家討論 今天六四二十二周年 郭市長 好 再見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 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再次回到第二節的國士同學會 我們看到我們的陣容又加強了 我們繼續討論一下 每一個人對於他自己來說 六四或者六四二十二周年 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或者感想 其實我想提出一個問題 我想問問Winter 因為剛才說到 這麼多年來 國士號會可能都已經有些改變 這個成績 尤其是 以我所知近來 港大你們在哪裏 可能阿仰都知道 很多內地的朋友 找來上莊 有一枝莊是去年還是前年 全部都是 近一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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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接近有一半人 都是內地的學生 據我所知 那這一方面 有沒有特別的衝突 即我們六四 沒有辦法回避這個議題的時候 究竟我們有感染到他 但他 反過來 他們的內地學 覺得繁榮穩定很重要 我們要維穩 他們都有一個很開放的思想 還是怎樣 你大概怎樣了解 其實我 我是不是很了解 因為去年的AGM 我都沒有回去 但是 據我粗錢的理解 其實 我想大部分 上國士學會的莊 的人 都是有很強的批判思維 他又不會 立戀 或拜 中共的港那套 或者是 支聯會的文化文 那套 但他就是 不會 排除去 去 理解這件事 深入去 了解這件事 當然 以我 AGM經驗 都有一小部分 有一些 怎麼說呢 因為你內地 習慣了 從一個官方 從一個統治者的角度 去理解這件事 就會比較 好像維護政權 那樣的形式 但是 這些是小部分 這些是 當權大話 那時候 又要跟你們說 我是國家主席 我要怎麼想呢 是的 所以我要問 Alan和 郭智你們 我知道你們 會不會 談妝的時候 跟內地的朋友 會不會有些 很明顯的文明衝突論 就是文化的衝突 有哪些部分 會不會爭論 都爭論 沒得談的 有沒有過程 我們之中 本身都比較多內地生 超過一部 都有 那你說 觀點上的差異 就一定有 那譬如 對於六四體的問題 其實大家的差異都有 不過就比想像中少 就是 可能那個差異就是 覺得六四這件事 一來我們看 它的定位是什麼 譬如我們看 它是一種 外國民主運動 但是可能有 其他同學 會未必同意這一點 但是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好事 就是在一個妝裏面 就是 譬如我們本身 接受的一套價值觀 是 都幾一元 我覺得 所以 當有些不同的觀點 走進來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 充實到你自己 那個 就是那個想法 就是我們那個想法 在未受到挑戰之前 其實是很不堅固的 但是當你受到挑戰之後 你自己再重新想 我怎樣回應別人呢 那個時候 其實你是更加 能夠確立到自己 那個信念 就是 我要強調一點就是 我們的氣氛是很融合的 在討論上 我們是不會 面紅意義的 吵架 還有我們 說話是 坦誠就不是坦誠 坦誠就搭位 我們就 都很理性地說一些 就是 探渡一些問題 就不會很感性 或者很 隨著自己的心情 情緒化的討論 還有會有些不同的 不好意思 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就是 因為他們生活在當個環境裡面 他會給到 很多是我們自己 其實未必聽過 未必經歷過 你有沒有一兩個觀點 有沒有一些 特別記憶 最主要衝突 特別的例子 你給點時間 我想一下 或者我們另外有兩位生理的朋友 對 阿文 我們之前也有節目 他們上來做指掌 另外一位在我前面就是 女生 Yuko是我們 這麼大的新的 都是上莊的同學 我想問一下 其實用另一個角度 會不會其實你看到 我們現在都是男生多個女生 會不會是 跟女生之間 你講起六四 甚至一些政治的問題的時候 那個關心的程度 是不是 你已經是一個 特立獨行的例子 還是女生應該都很關心 這件事 在你的經歷當中 例如中學的時候 同學的溝通 等等 你能否說 我自己覺得 都是 但是 我想是 我想女生是會討論多些 但可能是 談完就想 可能到裡面知道就可以了 但可能男生就會站出來 用一些行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覺得 但為何你會這麼活躍 你個人的經歷 是否有些特別呢 我個人的經歷 因為我自己 從小到大 我上來的時候 我上大學的過程 我都不是在主流的途徑之下上來 所以可能我自己的想法 跟其他人想 有些不同 其他人覺得 都可以 可能我對一些東西的感受 可能會深一些 或者強一些 那你打算 其實你 原理上莊 那樣 你講六四 或者你是打算走到一個 什麼位置 走到哪裡 就是看到我們 去到參加晚會 甚至遊行示威 你會有一個 有條線 就是想參與到什麼程度 想參與到一個什麼程度 其實我們自己都是希望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就是繼續去一年 復一年都繼續參與 雖然我們不知道 去到什麼時候 但是我覺得 嗯 就是都是 很老套的說法 就是去到平凡的那一天 我們自己覺得 是吧 感動嗎? 我們浸大學的會議會長 Yanson 我們有 我們阿芳好欣 浸會大學國事學會的會議會長 聽到你 喂 謝謝 喂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講回六四的時候 其實很久之前上莊 都1996、1997年左右 反而其實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較少有內地生 亦都較少有內地的資訊 我們都很直接就覺得 他是屠城不對的 這樣 挺一緣的 反而我們對 譬如回歸 一些身分認同 甚至是釣魚台 那些事件 就是我們 莊裡面爭討比較大一點 但是六四又真是 都幾一面道 還有反而 都是我們那幾屆的情義結 我們會因爲六四 會去晚會 會吃飯 亦都會因爲這樣的情況 就會說就是六四 那麼我們 會員 或者路軌的溝通 會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現在教書 你自己也是 就是搞通識有關的事情 那些學生的那個 那個情況是怎樣 他們 就是聽完你講之後 就是意粉前胸 還是都沒有什麼反應 尤其是 尤其是 那些女同學 是 為何你特別會喜歡 哈哈哈哈 我真的很好笑 其實男女同學 都我覺得反應 不是那麼大的 因為對他來說 都比較軟一些 那些事情 那如果說 譬如說通識這樣 其實有很多切入點 可以講到的 但是我反而覺得 是很難忍一些興趣的 那 最簡單是講邏輯 是吧 你沒理由就說 現在經濟這麼好 如果那時候不鎮壓 經濟就很差了 那這些是很低B的人 都才能講到的 也是 每一分我都才能講到的 都是 那 主要可能是在這角度去講 是 那阿文呢 阿文你其實 你在你的成長經歷裡面 有什麼人 或者是怎樣引起到你的興趣 首先我要糾正你一點 我覺得那個性別定名 就是說女生不參與政治 那就是錯了 一行 一行就對了 我認同是一行 是不是 就是你去問女生 為什麼你有什麼成長經歷這麼特別 意思是說 他要有特別的衝擊 才會走出來 那你打開話題 跟女生聊天也是這樣 哈哈 哈哈 OK 算了算了 這個話題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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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那你覺得這件事是正確的 那現在是想認識多些 沒有正常的嘛 有什麼特別經歷呢 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經歷 但是為什麼會覺得 會是一個 會是一個 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小數 不是 肯定不是小數 對不對 在這裡 在這裡的就算了 你相信 這裡有沒有覺得 上莊 或者現在選擇國事 是一些很少數的事 有沒有覺得有些 嘴心 我們弄了節目都十幾天來 大佬 這個象徴大家不給我看 哈哈 我還想說一件事 就是 我之前也想請到一位嘉賓 他就是我們另一位校友 叫梁啟智 他寫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 很久以前說 八九後再上路 今天也有一篇 劉啟智不來這節目吧 哈哈 其實 他為什麼說八九後再上路呢 不是說六四不應該紀念 而是說 其實我們去 在大學裏面 去做一些真是 有意義的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 不是去 不倒退不撤退 就是掛著 每一年 在六四做一些紀念的活動 不單止止於這樣 而是去進攻 就是會 認識到一些 在內地 例如認識一些 什麼叫扶貧 什麼叫發展 這些才是最基礎 去講一些 對於 真是國事的事 但是你所講一直的 其實你九十年代開始的 希望工程 華東水災 那些不是一直已經在做 問題 他想再問 再進一步 應該是 方向是怎樣 對 再進一步 應該是怎樣 即是我們大學的層次 即是我們 可能會 現在都會 搞了交流團進去 但是 究竟 我們去到的交流團 不是一些 好像他想像之中 或者是 可以能夠 這麼深入地 因為 這個事情 要問一下在場的同學 究竟 我們的期望 或者 屬於你們的期望 甚至 你們的能力 是怎樣 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上莊 所以我剛才問 那個參與的程度 是去到哪裏 我想 時代不同 尤其是 但當年在山西 好像起了一個希望小學 對 其實阿昌 講到這個問題 我想回應他 就是 他剛才說到阿啟 寫了一些文章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香港人 尤其是我這一代 我那時都是 小學生 其實我都經歷過整件事 22年都不斷地經歷 其實香港人 將六四 這件事是圖騰化了 即將這件事 覺得 六四 很嚴重 很嚴重 其實剛才 郭薛跟我說的 那個項目 講得很好 就是 不是只有六四 之後 為何我們 不把家庭三圖 拿出來悼念 要六四 拿出來悼念 因為 那件事跟我們有關係 現在是 就是 中國共產黨 不公義的制度 底下 我們是 面對著這個制度 還有 如果我們 我們認為 我不認為 十三億人 不是我們的同胞 我不認為 但是 我們的同胞 一起面對著這個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要去 衝破它 就是說 我可以說 其實六四 不是真的一件重要的 其實坦白說 不用你 香港人 那個年 年集可以 到你六四 喂 虎州 炸彈 蒙古 江西虎州 蒙古 有一個 出來搞 每天 他都為了自己 有權利 大把中國的人 都出來 進行著 無數的抗爭 每天都發生著 所以我說 當然 當然 我覺得 這個又要說到 Bruce的問題 我會覺得 我們要爭取公義的社會 但是 我覺得 六四 只是因為 我這一代人 我真的逃疼了 沒有辦法 我仍然說六四很嚴重 但是 下一代的人 不是 我想最重要的是 爭取更加公義的社會 我覺得 這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 我又要說 阿昌 很多時候 那個問題 很容易 將不同的人 分類 女生 怎麼看 大陸學生 我上莊年代 已經沒有大陸的學生 但是 我住在深圳 我跟我的同事 經濟 那些多年 年輕人 畢業三年 二十多歲 我會跟他說六四 為什麼會跟他說六四 因為我家公司 六四成立 我今天跟他說 今天是 我家公司 九周年 但是呢 我們公司 不會慶祝的 因為共產黨還存在 因為存在的公司 周年 我們都不會慶祝的 但是我之前跟他說 他們會 他說在大學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大陸 就是 大陸 大家風大 但問題是說 互聯網真的很嚴重 所以你現在 什麼條例 要搞網台 不讓你惡搞 我們這些 網台一堂死 他說 他們在大學的 伺服器 那裡找 以前是 那些人分享 Teen Ormond 那個 電影 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 他們在大學的 伺服器 拿來看 他們是 正常的人 對於一些有趣的 事情 都會有興趣 什麼來 六四事件 但是 會覺得 好像我這麼嚴重 連連都 我當然不會 連連都要去 拿出燭光 但是 有些人 真的會去看 這件事 但是 有些人 不會有興趣 不管他男生 和女生 他沒有興趣 他只不然 他又不會去看 我覺得大陸的學生 都很多元化 我會這樣看 一行 其實說什麼 善法無法 我覺得正常 如果他朝一日 在共產黨倒台 落寺 應該是一個 建國的建人 因為 你想想 是第一次 大型群眾活動 就是反這個 非法的共產黨 是啊 你說是不是 這個邪有政權 對 哭哭哭哭是對的 你不應該 令到我下一代 去忘記了這一天 不然 這樣以為這個假期 或者我們要請 紫荊俠出來領導我 這個革命運動 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 就是討論這個 六四月十二週年 扶貧智庫 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 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真正常 回到國市同學會 現在幾多週年了 二十二週年 二十二週年 二十二週年的特輯 嘉賓版有兩個小時 沒有試過我們有這麼大的盼印 但剛才我們上次問過一個問題 各自的同學 你跟內地同學接觸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觀點 他們說出來 是丁 你現在想到了 比較另類一點 不是丁 另類一點 六四的問題 是反觀到 反貪腐 他們覺得 有部分人會覺得 你要改革開放 其實必定會出現這個問題 而 如果這個問題上 你倒退了 他們會覺得 這是改革開放必要的一步 你去歷史進程當中 總會有些矛盾出現 而那兩個矛盾 改革開放必定要有官賭 貪污 這是很典型的馬克思主義 資本主義 是整個社會主義的初階 加來的資本主義 辯證關係 紅色和白色再進一步 就變成一個顏色的概念 會一路進下去 但是這個觀點 會令你反思 那個社會背後的原理應該是怎樣 因為他們的觀點 很多人的觀點 覺得 為了更大的利益 小部分人的利益 可以犧牲 這個問題 就是一種很效益主義的想法 就是我可以犧牲 前提就是 我的犧牲 能夠為整體社會 帶來得益 但是其實 在現代政治的環境 我們不太接受這件事 因為我們覺得 每個人 是生而自由和平等 但是 基於這一點之下 你就不能夠說到 為什麼我要犧牲 我的幸福 去給他人更大的幸福 我要說 所以這個要討論 如果這個邏輯是對 邏輯是被 有些少部分人犧牲了 令到大部分人成善 這個可以是一個邏輯來的 但如果這個邏輯也可以是對 但是 在客觀現在中國的環境 就不是 現在大部分的人犧牲了 只有少部分人 讓人負起來 小部分的人越來越負起來 大部分的人就糟糕了 其實有這種犧牲精神也好 你想想他既然覺得 這是一個必然的階段 即是共產黨 必定會滅亡 我告訴你 你現在共產黨搞改革開放 你經濟去到一個極點 他說人民是反 正常好 然後當然要有些人犧牲 整件事 但是人民不是主動犧牲 人民是被犧牲的 問題在這裏 按照共產黨的 唯物史觀來說 其實他們 都是預計共產 如果成立了 去到共產主義 共產黨會消亡 共產主義的話 共產黨也會消亡 因為沒有國家 但問題是 我們長期都住在初生階段 你想想 你現在中國和非洲 當年在那個 叫做什麼宣言 萬努會議 萬努會議 我們和第三世界國家 連成一體 大哥你現在和非洲國家 我們都是發展中國國家 大哥你中國 你發展中國國家 真是瘋狂 剛剛就說 非常之好 就是犧牲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 經常說 要犧牲他的精神 其實是我們 49年之後 共產黨上台 國民教育 很強調我們要犧牲 我們不是孔子 要道德 每個人都要做雷風 大眾的利益 是先行的 原來大眾的利益 就是黨的領導地位 黨的利益 就為大眾的利益 所以你看到內地司法院 經常有兩句 以黨的執政為先 下面那句 以人民的利益為先 就是黨的執政 等同人民的利益 我們做些什麼藝民 要犧牲 就是為了黨的執政 就是為了黨的利益 就是為了黨的利益 你看到有這兩句 經過司法院 所以我們中國49年之後 叫什麼時代 新黑暗區的時代 學者說 每個人都要犧牲 要很堅持 為國家 結果最後得到什麼呢 就說改革開放 80年到現在 經過89年之後 如果有8964 這件事 令到改革開放更加暢順 還是會減慢了呢 其實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會不會8964 會催化了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那些 政策令到國家 好像有今天 在經濟表面上 看GDP有這樣的成績 啊 遵於 我開竅了 看他的篇文章 就前兩天 情長寫了 就是六四 這件事 令到我們中國的22年 有三件事 惡化了 第一 就是他的貪污 腐敗 六四的失敗 促進了我們中國 22年貪污的腐敗 很多官員 上到官場 就算他本身很廉潔 都要被貪污 都要貪污才可以保住他的官衛 因為六四當時失敗了 原來就說 我們國家的坦克 就是去保障這些貪污的官 以及保障這些風氣 第二 他就說到 我們國家的軍隊 正式是由人民的軍隊變成黨的軍隊 就是軍為黨用 這兩個觀點 第三個觀點 我就不太同意 但這兩個觀點 是對我的思想 很大衝擊 很大衝擊 所以為什麼現在都要紀念六四呢 六四有什麼重要 就是這個原因 第三個觀點 可不可以先解釋一下 第三個觀點 他講到 軍隊 貪污和 維穩 就是六四之後 對共產黨就明白到 要將人民的財產 交給黨 黨來控制了 才可以維穩去維持 怎樣去 這個真是六四之後的實況 你看到 剛剛開放的事 他說成包仔 其實是製造了大量民企 之後他再有 一系列的財政改革 金融改革的政策 是真真正正做到一個 比起清末的時候 更大的國進問題 我反而覺得 這個觀點才正正切合 總結到改革開放 那三十年的緊張 我的疑惑就是 這個觀點 六四有沒有發生 對這個觀點 是不是這麼重要呢 六四的出現 對這個觀點未必有直接影響 這個觀點 你有沒有六四出現 都是這樣 Bruce 我想有個總結就是 原來有些內地做官的人 發覺原來國家的機器 就不是用來保護老百姓的 國家的機器是用來維持政權 而維持那些少數的 一些當權者的利益 當六四屠城 看到這個影像 那些官員 就更可以為所欲為 壯膽 以前也有個青天大老爺 開閘 就閘你 現在沒有去內地 那個閘不是你 那些閘是閘的官 那個閘是閘的 你以前見到 學生見到什麼官島 不滿 出來示威 開槍射他 現在 那些官 地方官 拆了你的房子 圈了你的地 然後走到上房 上房之後 那些官員會更加事無忌憚 會不會更加坐在 我覺得有時候想一個問題 開不開要 究竟有沒有六四這件事件 如果我們鎮壓了 我們的經濟是否好些 這個問題是想 都不需要想 可以變好可以變壞 任何事都是這樣 其實跟六四那件事 沒有直接關聯 可以變好可以變壞 你那些五毛 就經常說 什麼蘇聯 什麼蘇聯 你看看蘇聯 蘇聯解體了 經濟就不行了 這樣 可以變好的 就算你整個東歐的例子 就是overgeneralized 過分的 蓋化 蘇聯入面 就算外沙尼亞的經濟 是好過之前的 因為那時候蘇聯就是 在那個經護會那裏 在那裏 在那裏 掠奪那些 所以 為什麼要看蘇聯 第一種國家 人家分開幾十個不同 其實 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就是你說 其他人搶咪可以的 就是 現在內地的觀點 就是如果中國當年沒有鎮壓 中國就好像東歐那樣 東歐 在他們的想像之中 東歐有一個很慘 因為震蕩療法之下 很多人生活困苦 然後二十幾年來 經濟都背逢不回到以前 其實 事實就 不是這樣的 很多接近西歐的 前東歐國家 例如波蘭 捷克 其實他們的發展 是不太差的 每年經濟增長 有四五個百分比 而且民主 不行啦 我們保佩也有 而且民主的 根據這個 有人調查 不知經濟還是什麼 他們的民主是比美國更加高的 更加民主的 但是當然 不可以一概而論 例如中亞那些國家 吉爾吉斯 那些 只不過換了政府之後 其實不可以怎樣變 就是不可以一概而論 用東歐的例子 就說 否定了當年民運的價值 還有蘇聯解體都很好 你看到今時今俄羅斯 就是 他現在都是 震蕩療法過後 他是依賴能源 貿易其實保持他的國際 是怎樣的 所以其實 一個國家統一 一定是解體 其實對於他本身 強還是弱 是沒有太大關係的 甚至 再講下去 你當年俄羅斯 第二國瓦解了之後 其實你列寧慢慢 都是透過他本身的地緣經濟實力 去不斷地恢復他的國際 另一個問題 我覺得 就是 我們經常說 如果當年沒有鎮壓的話 可能 中國就會四分五裂 然後西藏 新疆 那些地方就會 脫離中國獨立 我覺得 看回 不是說 究竟他獨立之後 能否保持國際 應該 sorry 究竟是 這件事 完了之後 能否保持國際 應該看回 人民的利益 哪一樣 是重要一點 我覺得人民是重要 一個國家的完整性 就是說如果那裏的人民 他究竟是一個 使國寡民 還是大國都好 只要他人民生活得 安安定定 有飯吃 不要像現在這樣 喝奶粉 又怕會生神石 就是 吃 吃膠野 吃法菜 吃頭髮 吃這個 臭豆腐 吃屎豆腐 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完全不能容忍 是令到人的生活 在一個很差的水平底下 還有 還有 還有我想說 阿Boo剛才說 情長 那三個觀點 我自己幾認同 尤其是 中國去看報紙 他容許維穩的金錢 是六千億 是 他見到那些人 就幫他的網 見到那些人捉他 見到那些人又 天安門母親 那些人給他一點錢 他就 希望沒事 我覺得 內地有很多人 就是 因為這個政制之下 他被囚禁 坐在監裏 十幾年 他有一些神父 收視證 死了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平反六四 不平反六四 可能會帶出之後的後果 會 我對於那三點 就是 剛才情長編問那三點 其實我覺得 就算沒有六四事件的發生 那三點都一定會存在 因為這個問題 就是 一檔專證引出來的問題 問題是 可能會不會加劇了那個 因為 因為六四鎮壓了之後 會不會加劇了 我同意可能加劇 但這個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還有我覺得 這個討論的焦點 我們太過集中 是一種很 很結果論 就是六四是否正確 就是看 到底鎮壓了他 是否真的帶來 就是 為將來發展 帶來更大的得益 我覺得這個討論的焦點 是錯的 因為我們本身是看 那些事件 是不是真的符合正義 而不是說 看 鎮壓了他之後 譬如說 如果真的有人論證到 鎮壓了他 真的令到 整個中國 得益是大過損失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 他是對的 你心裡都會覺得奇怪 因為那個討論 本身不應該聚焦在這個位置 你不應該在結果論上去看 而你本身 應該就回事件的本質去看 就是 國家動用軍隊去殺學生 到底是否正確 這件事就是本質 而不是說 他往後引出來的得益 才是焦點 對 為什麼說歷史有趣之處 就是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是如果 你單單聚焦在 是否動用軍隊去殺平民 這個 那個 正義性 這些都是什麼方法 是不是 我們抽開他 做一件 整個歷史長河裡面 或者我們這幾十年 有沒有這個經濟的 的開放 就是 我們不能說 沒有如果 如果沒有屠城 當日會怎樣 客觀又發生了 但是 我們怎樣 後人怎樣去演繹這件事 就是等於我們 就是 講三個 為什麼說來講不完 是不是 吵操留鼻 幾個 幾百年都說了 但是 因為 我們不斷地 有不同的演繹方法 不同的思考 就是 反而我覺得 我們今天是好的 這樣去討論 這個六四事件 但是 歷史又可能會 回頭 但是 將要做的事 例如我們叫平反六四的口號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對於 剛剛 我時令我想起 就是說 我曾經 我不知道 很久之前 你應該沒有問過 張文光 寫過信領之聯會 總之我的問題是這樣的 其實 我們一直叫夜晚 叫口號 大家有沒有留意叫口號 那個詞綴 我覺得我叫口號的 次序有問題 就是聯會五大訴求 就是我們叫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 就是任釋放民運人士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現在有沒有說 結束一黨專政 去年就咬了一輪 當然也沒有喊 但是 晚會肯定有喊 但是牌就不見了 這樣 但是我想說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覺得 整件事應該反過來喊 應該就是建設民主中國 然後你才可以結束一黨專政 你結束一黨專政 你才有機會平反八九民運 這點我問過李卓人 李卓人 我問過 是的 他說一直有維持 那句詞維沒有變高 那個次序的問題 你問我 如果現在共產黨 突然跟你說 平反八九民運 金支聯會 是不是不守黨 可以看 那怎麼辦 我們休息回來 我們還有一節 可以跟大家想想 這個有趣的問題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跟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再回到國事同學會今天的 加長特別版 六四二十二周年 剛才我們的討論 休息的時候也很熱烈 究竟有一個邏輯 大家說到尾就是一個問題 究竟是否真的 共產黨該死 但是否共產黨 是否真的現在不能死呢 因為我自己都疑惑 竟然有些民主派的人士 都會提出一個理論 就是說現在好像 我們中國就像是駕駛飛機一樣 我們現在這一刻 都推回民產黨 就好像射死這個機師 什麼民主派 藝人民主黨那些嗎 是的 我們射死這個機師 整個飛機都會倒閉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有一個機師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有一個機師 是的 可以教通識的老師 這些邏輯的問題 Anson 有沒有解析這個邏輯的問題 我自己也是這樣看的 其實我想重視在六月四日那一刻 因為我始終說六四 可能背後都有很多原因 正如我們中國歷史上 也有很多運動 近代也有很多運動 但是沒有可能 政府是用軍隊對自己的人民 雖然可能背後就說 有很多黨派 有很多領導人 又怎樣怎樣 你可以捉他 就算是反革命分子 你不是每次都會把他打死 可以把他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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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沒有催淚彈 你現在正在做的 你不可以殺了那個人 你不可以說沒有了 那個異見分子沒有了 殺了他 這個不行 這個其實已經超越了一些理論 或者一些層次 我們人沒有一個權力 他打死另一個人 那個人是不同意見的 我又想重視在這一點 所以我反對美國政府 不斷打死拉登 我覺得很錯 你共產黨受過教訓 你不殺異見分子 是不行的 你覺得共產黨 以前自己也是一個有異見分子 我又說的是有邏輯 因為那些不是人 那些是人民敵人 人民敵人在共產黨 就要殲滅他 那些是人民敵人 受了你那些外國勢力的影響 是吧 我又說阿昌 想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共產黨的人 所謂的 他眼中的人民 究竟是什麼的人民 他自己定他 他就說 也不要說 那些矮 你為什麼看那些矮 其實阿昌 講了什麼平反六四 我覺得 我要說的問題 就是 平反六四 這四個字 有邏輯 很大謬誤 但問題是 這是香港的圖騰 大家要平反六四 你想想 六四是什麼反 六四是一件屠殺行為 六四是屠殺 為什麼要平反屠殺行為 你在共產黨的體制裏面 平反更加沒有 如果你說 不是六四 包括整個八九學運 OK 平反八九學運 那你 什麼平反 古代呢 有什麼事 大夫犯了法 是吧 被皇帝犯了罪 然後你打平反後 平反後 平反了你 你就犯案了 你又給你一個封號 給你那些封地 給你一個名譽 OK 這就是平反 但是問題是 你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人 那你就不應該是 承認這個邪惡的共產黨政權 那你說是匪政權 那你一個匪政權 你為什麼要求他平反呢 如果你相信人民 人民應該才是真正的國家主人 那六四就是平反了 大家都認為 大家都認為那些學生沒有錯 所以基本上 你說是平反六四 這是一個偽議題 但只不過是一個圖騰 大家拿來講 有些人還說 他只會入民主政府成立 即是他說邏輯 就算你在共產黨底下 你平反六四是錯的 但是民主政府 哇 建立了 那說平反六四都一樣 這也是錯的 如果那個政府 真是一個民主政府 還不需要平反 因為他一直都覺得 八九民運那件事的重要性 是正當行為 我們要把六月四 當作建國日 這樣看待 所以整件事 其實你說平反六四 在任何的場合 包括在共產黨的場合 以至共產黨消滅的場合 都是不 即是有邏輯謬誤 在那裡 其實很簡單說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 即是共產黨用他的判斷 即是八九年 即是春夏之交那場風波 我們處理得宜的話 那六四應該是共產黨 很重要的慶祝日子 慶祝平暴成功 遷敵三千 不是現在 剛剛李娜 今天 打入了法國網球公開賽 接著 她今天六月四日打決賽的時候 如果贏的盤數是六比四的話 內地都不可以公佈這個比數 即是搞到這樣 即是六月四日 這個日子想撕掉 為什麼他們覺得 這麼巧 不可以理直氣壯 這是第一 第二是剛才說的 建國的問題 即是我覺得 其實現在我們 支援外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我們做些什麼 支援外國民主運動呢 其實 五百次而已 老實說 其實形形色色不同 即是說 即是說 根據何俊仁的說法 其實她也是 不斷地探訪那些 上訪戶 也都 叫做 跟那些 內地的維權律師 是有所聯繫的 所以他們的外國支援 外國支援 外國支援 民主運動聯合會 其實他們 他們本身也都不是六四 這個意思 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你看到前幾年 他們也都是有個行動 或者有個口號叫做 支持維權律師 他也說 胡佳 其實幫過落愛知病人士 維權的胡佳人士 為何判了兩年多呢 就是他之前來過香港 跟何俊仁見面 然後寫了一篇文 然後上去就被人探訪了 多多何俊仁不少 我想說 你支援 可能你覺得 你在現在 你沒有地方 畢竟是全世界都香港 唯一一個最大的 一個紀念的晚會 我都不主張 力氣勞組 其實我覺得 支聯會本身 他自己搞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趨勢 就說 例如80後 例如有些其他的 團體都開始 就說 豐富了這個概念 所以我不擔心 六四的晚會 我覺得應該要參與 但是中間都會有很多 自發民間多元的元素 但是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說 愛國民主運動 建設民主中國 是不是一點 我們需要有一些 真正的 技術上的想法呢 例如我覺得 劉曉波值得拿 劉貝爾和平獎 他的價值是在於 他零八憲章裡面 他真是說一些 你那個民主中國 大概是怎樣的 那去年 任良憲章 你覺得我們 不要抽著 不要側面 如果你說 我們在說建設民主中國 很多時候 這些問題會問 例如 地方的方權 是怎樣的 民主選舉 例如說 農村選舉 城市選舉 就算交民主選舉 都好 但是 你怎樣解決 買票的問題呢 教育怎樣入手呢 地方的分權 是不是聯邦制呢 是不是地方自治呢 那個行政系統是怎樣運作呢 地方和中央的關係 如何有民主的精神出現呢 這些 我覺得二十多年來 竟然好像都沒有什麼人 在說實際的計劃 去操作或者嘗試引起人討論 來建設民主中國 這一點 我覺得支聯會的角色 是出口出聲多些 在整個中國的民主運動來講 好像你講 緬甸俄山素姬 如果他離開了 緬甸去英國的話 他根本就很難發揮作用 現在他還可以在自己的國家 繼續對國反對 黨有一些影響力 另外呢 我覺得 始終支聯會 在香港出一聲都好 如果支聯會 不再在路上搞這個集會的話 和之前不再搞遊行的話 那 就好像二十三條 這些事情 就會 這些惡法 他的聲勢就會大些 然後中央政府 對香港的施壓 也都 你少了 等於有些人去爭取一些東西 如果他們不去爭取的時候 那些惡勢力就會得寸盡赤 老師你的問題就是在這裡 支聯會僅止於出聲 你說 昂山素姬 正因為他留在緬甸那裡 就去出聲 令世人關注緬甸的人權狀況 但問題是 因為緬甸 他從六零年代到現在都一直是軍管的 整個國家是沒有一個公平的選舉 整個國家是 南部是被各大軍頭所管轄 北方就只有少數民族各自為政 整個國家是國不成國 所以他才是一個焦點 每個人是希望緬甸是根據他的構想 去成立一個民主 一個屬於每個緬甸人的國家 但問題是 香港是作為全中國最自由的地方 而支聯會其實他可以做的事情 除了每年在喊兩喊和聯絡一些維權人士之外 其實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去宣傳民主中國這個理想 但我覺得我們無需要對支聯會有什麼期望 搞二十月 他就繼續去做他的事 我們就繼續去參加 很簡單的問題 建設民主中國 支聯會經常說 交開民主棒 司徒說 死於任內 第二個主席 你說真正民主 你看看李卓人是你的職工民 你整個都是你的家族 他都是民主選出來的 理論上 其實是否有這樣的邏輯 他說當年黃山淑基留在緬甸 其實李卓人應該不要回香港 這樣可以放棄更近的作用 阿昌說 我們無需要期望 一個會假二十年 不是期不期望 我們是完全用一個個案分析去看自己 如果他是一個推廣民主的公司 他今時今日這樣擺平是失敗的 他很失敗 所以我們在社會多元 我們有其他人 我們就各自各在不同的崗位出力 但是 如果你說香港 你說中國怎樣發展 我想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國地要起義 比如我希望蒙古人們 希望劉皇叔 在新界 這班劉皇叔 你們真的要起義 即現在 現在 就是復興漢室 我覺得中國有兩條路 這下你就復興漢室 因為我覺得 中國真的沒有帝制 真的不行 即中國人是需要圖騰 你說香港人爭取民主 都是靠一些圖騰 什麼平反六四 要找些什麼民主支付 香港人 真相輪主 都要找很多圖騰 最近 去年是消費 留了波 今年是消費賴美美 香港人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香港沒有帝制 不是 中國香港 或是支難人 沒有帝制怎樣 第二件事 我覺得 就是不可能這樣 如果你經常說什麼地方 香港和中央關係很難搞的 是不是 不震撼不行的 會亂 喂 那不要有地方和中央 就全部瓦解 那些人 開心 西藏 新疆 蒙古 起碼這些區 大家先要獨立 廣東共和國 香港國 澳門國 大家全部瓦解 之後大家再談 我覺得 我也是要這樣走 你問我 我覺得 剛才說支聯會的角色 他在香港 他主要是做到發聲 或是教育 或是把這個身可相傳 他們每年都說 這個角色比較突顯 正如說 好像民運人士 你看到黃丹爾開氣 柴嶺都去外國 他們在外國 能否搞起內地的民主運動 現在看到 暫時我還未見到這些跡象 我覺得本身是需要國內自己 有一些彈藥出來 有一些爆炸性的 這真的是爆炸 這真的是爆炸 西瓜炸彈 西瓜 中文也是這樣 本身國內要有一些條件 例如 人民生活困苦 好像國內以前 朝歷代的民變 有些天災的出現 或者 一開始有寒災 是不是有希望 一些擴難 有很多事件 要配合一起出現 而令到一些人 感覺水深火熱 沒有辦法再忍受 於是便起而反抗 有很多因素影響 香港只是作為一個 在外面再聲援的角色 就好像當年 八九民運 本身由 一些學生 和一些工人 一起去結合 搞成一種民運 在香港的人 只是作為一種支援 那個角色 謝謝 但是我想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說到 今年真的是 2011 2012 2012 就是人類歷史 一個很嚴重的年代 超過滅亡 我覺得未必是滅亡 或者是這麼戲劇化 大爆炸 我覺得不如這樣 而又說 你看到 你看到 你現在那個 長江三峽工程 搞了20年 我看到 我中學的時候 我們學校的逼迫板 就在那製造一個 長江三峽很偉大 那當然是不懂 分析 但是 現在講到長江三峽很嚴重 現在人們 我是看內地的 內地的新聞網站 都突然說 是不是應該很差 這個三峽大爆炸 這麼嚴重 還有你想想 現在那個長江 某些位置 是變成了 變成了草地 踢球 原本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湖泊 現在變成了 現在很大的 巷災 你想想 有危就有機 中超正 因為這樣才可以復興 你明白嗎 你巷災之後 之後 食品價格就會上升 然後你那些 城市的人 又會開始出來 憤怨 這個通脹 上升 但是我昨天 我昨天 在那裏聽 看Youtube 有一首歌 鄧麗君唱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唱 其中有一句 就說 中華民國 即是長泉 只要長江 黃河的水不斷 水不斷 現在真的 真的斷了 現在長江真的斷水了 我覺得 中華民國一百年 其實都可以 我補充一點 你所說的那首歌 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鬆 黃河長江的水不斷 中華民國千秋萬世 直到永遠 後來 就 因為這首歌要打入中國內地市場 80年代初 將中華民國 中華民族 變成中華民族 只要長江 黃河的水不斷 中華民族 千秋萬世 直到永遠 大吉利是 因為他那時候 不知道有個長江 三份大霸 又不知道是黃河團 現在你說大不大件事 剛才大家講 支聯會 教育等等 我想講一點 我覺得 現在六四 不算今天已經過了 已經二十一次 二十一次的集會 我覺得 就算支聯會 他搞不搞這個集會 也好 那些人都會自動去維園 他不怕蠟燭 那些人都自己 拿著蠟燭去 那支聯會 他無論做得好 還是不好 起碼他都已經做了 可以做到 和他應該做到的事情 還可不可以再做多些 當然這個是 他的支聯會 自己需要再想 但我認為 現在這個六四集會 不是支聯會的集會 是純粹是良心的一個集會 至於 剛剛講到教育 有通識的老師 也有講過歷史 說新一代 可能不認識這段歷史 我以前 都已經經常聽說 現在新一代 國事人也好 年輕人也好 不知道六四那段歷史 過了十幾年之後 我自己見到 初期 燭光集會 人是多的 跟著一路小 小完之後又多了 多到二十和二十一年的時候 爆炸 我是第一次入不到維園的 前年 從來未感覺到 這班人 入維園的這班人 多數是二十幾歲 到三十歲的那班 就是當初我在學校裏面 個個人都說 或者是我畢業之後 沒有記錄出來 個個都說 這班又不認識六四 又不是六四那代人 對政治冷感 而這班人 現在很多人 全部都回到維園 而他們讀書的時候 中國歷史 那些教科書 是沒有什麼提到六四的 那說明了什麼問題 但我補充一下 我的經驗就是 例如六四二十周年 我帶著 當年的浸大國事學會 的莊園 他們都說 第一次去到維園 這個集會裏面 但他們的心態是 真的二十周年 去看看 現在好像 大坑沒有火龍 全爆炸 我沒有問題 飄飾 我覺得六四長遠 可以成為端午節 可以 都是紀念的目的 但他們 我沒有這麼樂觀 他們去了一次之後 我看過了 其實他們沒有再回來 我想知道 去到去年二十一周年 仍然是很多 有很多人 但他們去了一年之後 然後又 有些大陸跟我這樣說 去完一年之後 看完了 看飽了 下年也不會去 他只是看 去參觀 看看那些人 為何這麼多人 在做什麼 唱什麼 趁熱鬧 也有些人 在看熱鬧 所以不斷有新的 看一看 看一看 突然又多了 又爆了 一個集會裏面 有很多種不同的人 都很正實 我有時覺得 沒有所謂 因為 剛才也說過 每年滿一批新人 其實重點就是 我們六四的這件事 在我們心裏 不只是6月4日 這一天才重要 也不是6月4日去維園 才代表我們 6月4日這件事 在我們心裏 我經常覺得 六四這件事 對於新一代 尤其是說 未必是我們這一批 而是再小一點 可能現在是中學那批來講 他們首先要去做一件事 不是去叫什麼口號 去評分六四 或者去維園 這件事 我也覺得不是最重要 而是他們首先要去有一個 對歷史有認真 對歷史有一個 怎麼說 對歷史有一個認真的認識 願意去認識歷史 這件事 我覺得現在香港的歷史教育 中文教育 或者公文教育都是缺失了 或者中國人這麼多年來 最失敗的事情 就是不斷地否定自己的歷史 我補充一點點 不好意思 現在香港有一個現象 就是高中的中國歷史 大量的學生 缺了他 不讀 學校為了適應這個學生 的市場 也是越開越少的 中國歷史 其實我也想補充 現在新高中最多人選的兩科 就是經濟學 和企業財務 和會計 可以理解 因為你的中史難 你還沒改 之前A級的那個 難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會考和高校都有讀中史 但是讀了中史 不代表你對近代史要認識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高校中史基本上 沒有人會讀近代史 因為他太難考 而會考中史 長近略遠 近的東西就越多東西要讀 於是大家都去了讀古代史 其實跟中史教育 即是讀了 你對近代史的認識都未必是少 我想說大家不要太過把歷史放在學校那裏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就去 坦白說 如果你說要資料的東西 上網按個按鈕 你已經無數只要買 問題 如果你說真的思考 有些東西真的太小時候 是很難思考不到那麼多東西 即是 我很多東西都因為畢業之後 不斷地想 我再想多些 但我覺得無色的免期 這個學生 要想好 當然我們要給他知道 或者告訴你 有個途徑 但不是說 要歸咎學校 沒有教 即是 我又不會對學校有什麼 真的有很多老師 但我覺得 我不會對學校有很大的期望 因為學校做的很有限 你說的老師 你想學生上課 聽聽說話都難 跟何方說 如果你告訴他 六四不考 他更加不會讀 所以外面 我們這些節目就很重要 或者為何家庭會說 那些網台有傻佬 又會有那六四 為何每年 祝福那晚會有這麼多 幾萬人去呢 你要有些東西 令到他覺得 他會有趣 或者跟他有關係 那他會慢慢 令到一些人 去思考討論 你是不是想說 我只是想補充一點 就是 因為是國士同學會 就是國士 其實我們之中 都有關注全球的貧富問題 其實每一天 死於飢餓的人數 已經是大過 六四一天的人數 已經是大幾倍 一天二萬四千 但我有時候 有一個心想 六四我這麼久 大家有關注 那為何又不關注 即現身身身身身身人 或是現身身身在地球上受困苦的一班人 或是坐牢的一班人 你別把兩件事擺在議員對立的框架 不行 香港是將六四變熟是不是要有一etti 這方面重要的 那麼我們想 我們不會對立不知道自己對立不關心外出其他東西 我們不是說不關心它絕對譜墮窮的問題 也不是說死不了多少人只值得關心 其實死一個人都應該作出很熟悉 都是很重要的 但問題就是因為六四這件事 才扣連香港人那種民族情懷 即使你承認港英政府 也好 你都會說不平反六四 很簡單的 我上兩集節目都講 1972年 發生一個Bloody Sunday 打死了英國軍 打死了平民 1972年我們是一個國家 我們是英國的 英國的神聖力吐了一部份 英國是我們祖國 我們是效忠英女王 有機會見到香港人去 拿燭光悼念那些不愛的死難者 不會的 但只不過我們覺得六四這件事 對很多人來說很嚴重 有情意 然後這件事建合了我們現時中國的體制 香港和十三億人民都面對 匪政權 不義的制度 這是天生的國族認同 你不需要找學校去教 你說得對 不需要找學校去教 我記得 香港歷史上 最厲害的一次國民教育 最大規模 一日之內 超過幾萬萬人的時間 但是我是中國人 就是五月 即是四五月 還未到六四 每個都說我是中國人 平時認自己是中國人 看到中國人 大家都是同胞 越類型 看什麼搞什麼 國民教 是啊 其實六四晚會 都是一種這樣的經驗 因為很多人跟你一起 舉起蠟燭 來到那一刻 你平時沒有那個認同感 你覺得 有一班人一起跟你做相同的事情 雙信 所以 即是 我覺得六四晚會 一定要搞 本身你說 就算形式千避一律 其實宗教儀式也是這樣 對 這個本身是一個宗教儀式 有一個宗教性的意味 我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 我想回應 例如世界的苦難 跟我們講六四的問題 會不會有些衝突呢 我想強調一點 就是 人始終是 人的本性 親疏有別 但是 你可以 透過你身邊 關懷身邊的東西 開始 再有近而及遠 魯魯以及人之路 當然 例如你接到一張 非洲基外兒童的書明會 叫你捐錢 可能你的觸覺沒有那麼大 但是 如果你始終要 關上身邊的人 建立了價值觀 其實 好像我經常講 你也講過 那個問題 其實緬甸 相距於北京來講 緬甸仰光的距離 比香港和仰光的距離 比香港和北京的距離 更近 如果從地域性來講 我們是否應該更加關心緬甸呢 所以我去了 例如 昂山素姬那個 跟港大 所謂的視像 世紀對話 我覺得 首先有些實例的昂山素姬 第一 你等昂山素姬坐在鏡頭面前 在Skype的鏡頭面前 然後坐一整個小時 徐立茲又說了一段時間 接著他又播了一段影片 播完節目之後 再次有教授又搞了一段時間 然後說 人家堂堂 諾貝爾和平獎 即是活著的聖人 昂山素姬 你叫他坐一整個小時 那都算了 然後我發覺 他的問題 他又容許那些媒體 那些記者問了很多問題 那些問題是很政治性的 即是你自己 懂不懂中國領導人 你究竟想怎樣搞 但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是沒有人問過 就是說 我們在香港 昂山素姬 我可以為你做什麼 我們可以為你 在緬甸的democratic movement 民主運動那邊 香港人在地 在這一刻 可以做些什麼 經過人問這些問題 那你覺得可以做什麼 我想如果我有錢 那天叫人捐錢給我 飛去緬甸找韓山素姬 可能要游水進去 找韓山素姬 派錢就會變質 前年有人看 派錢就變質 八九天空學 原本學生想撤退 就是那些香港人 你卓人派錢變質 就是李卓人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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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帳篷 搞到那些學生不走 不是我們說的 這個有版權問題 是啊真的 然後還要回香港 那邊才糟糕 所以現在搞到支聯會 只有一天在香港活動 是香港活動的 日本趕什麼 是 沙山素姬 沙山素姬 但我很簡單 其實阿昌日 六四其實 變成一個圖騰化的意思 即是一個宗教儀式 我們這個東西 會去 很簡單 你說中國人死 我們有三年自然災害 都死了幾千萬人 天災 因為直接牽涉到 對共產黨的感情 這個不是天災 這個人為災害 就是忍去忍住 但是為什麼那件事 變不成香港人的圖騰 因為我們沒有坐在電視上 一塌一塌一塌 自然就去 買了一塌 就死了 不是 他不像東歐那種 是入侵性 他沒有覺得 好像共產黨 是入侵我們 他還覺得共產黨 雖然做了一些錯 但他依然是合法的 基本法有寫的 那件事是一個是非判斷 你用自然災害去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他們三年自害災害 就是大若晉之後 我當然不是說自然災害 我會說 共產黨害死很多人 你說大若晉 共產黨害死很多人 因為事後共產黨 有承認到這個錯誤 但是這個是非判斷之下 六四你做了 然後你不認 我們對這件事 就會有很大的反應 是啊 我肥下了幾個人 我肥下了幾個人 都是我壞 你會講 這個是第一步 之後的要求是 怎樣才能夠再進下去 就是你明白到 如果連這麼簡單的事實判斷 共產黨都不肯認 你往後的訴求 其實是有點無力的 你連殺了人都不肯認 然後我叫你建設一個民主中國 其實香港人 失去了一種中華民國 大家都是中華民國國民 那種的儀式 你知道嗎 沒有那種被人入侵的儀式 你知道嗎 你就算問香港人 他都是覺得共產黨是賤假 共產黨是壞 但是共產黨不是入侵我們 共產黨是合法政權 你問有些民主派的人 都會這樣跟你說 他入侵嗎 最後一分鐘 Anna 我想說回 剛才我們說 都有提及一個建設民主中國 在建設民主中國的大前提下 有些人很希望奢望 中國會自己和平演變 自己內部搞好民主 共產黨就會慢慢自己放權 只不過是長遠 現在還沒搞 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那我就想 如果大家看《窩居》那套戲都知道 其實那些貪污 或者那些幾得利益集團 他們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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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他們就算有一個人想 好像之前朱鎔基說 我要搞反貪 一百副棺材 搞一副棺材 搞一副棺材 即使他有這樣的決心 那些共產黨裡面的既得利益者 他們都不會讓他這樣做 一定會跟他捏過 死過 還有呢 就算結身自愛那些 都會拉起結身自愛那些 一起去下水 一起浸在那些污水裡 就不會有人去試圖去做任何事情 將中國共產黨改善完善 將權慢慢放給人民 即是我覺得 要期望共產黨自己去改 是沒有出路 你窩居那套東西都是假的 你到最後 你看那些貪官說死了之後 自己交錢奉上去 奉上黨政府的最後大結局 現在那些人拿刀 在公安局裡面斬 斬那些公安 然後呢 炸彈炸你 不過最可惜 香港一班人 很多很醒目的人 不用共產黨拘捕你 有些學者 自動投誠給共產黨 組織了一些萬人 他的大黨 不過我小時候想說 插嘴 今晚呢 七至八的人不正 說得對 因為要紀念六四 所以暫停他一周 如果那些觀眾 如果那些觀眾 七至八都沒有東西看 就正常了 我希望在這裡最後就說 我們這個是一個紀錄 我們第一次有很多 就是博士的朋友 我們平時 就是可能在每一年的 諮詢會 甚至周年大會的場合 都會討論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今次 錄低座在這裡 那麼希望 就是作為一個紀錄 那他朝如果和諧到來香港的時候 至少是外國的伺服器 你或者各位以後 就是國事學會 有興趣上莊的朋友 YouTube一看 是的 上莊的朋友可以 上莊之前呢 就看一看我們這段的紀錄 希望日後的討論 我們可以 建基於在這個基礎上面 我們不需要再重複一次 我們建基於我們的討論基礎裡面 去做一步討論 有關建設民主中國 平反六四 這些我們所說的 就是國事學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都好 今年我們之後 都會一起去六四 參加這個祝國晚會 但有一個夢 希望大家會在維園再次相見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多謝各位來到RTV這裡參與 下一集國事同學會再見 拜拜 我們會在這裡 我們會進很多次的時間 我們會進去 一段時間 發生的時間 我們會進去 從不想一步 把 essa的時間 升幅 我們會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